杜丰四连贯悬了 林书豪宣布王者归来 赵锐 胡明轩或被打的情绪失控 大家好 我是胖周 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胖周聊球 今天啊 胖周跟各位球迷呢 咱们一起来聊一下林书豪 聊一下广东队 再聊一下北京手钢 我们知道在9月1日呢 林书豪也是通过在与媒体记者的线上直播连线的过程中 向外界宣布了一个好消息 自己呢将会在2日这一天完成自己的康复归来 那么并且呢结束此前的隔离治疗 我们知道林书豪啊 在今年的6月份 他就在个人的社交平台上宣布自己将会下赛季 重返CV 重返北京手钢了 但是呢 在飞到中国之后 在相关的防疫的检测之中呢 由于自己的身体健康出现了一定问题 在过去一段时间一直处于一个封闭隔离治疗之中 那么在2日这一天呢 他将会正式的结束治疗和隔离 并且呢身体各项指标都已经恢复到了健康 这就足够看出林书豪已经做好了一个 王者归来的一个准备了 那么大家对于林书豪的归来也是充满着期待 那么同样说到这里 其实说到林书豪的回归 那么最不希望看到这件事情发生的 或许就是杜丰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林书豪堪称是广东队最大的天敌 那么当初在广东队与北京首钢 大家都有印象在19-20赛季的时候 当时两支球队在半决赛相遇 可以说正是因为林书豪的表现 让广东队也是苦不堪言 虽然说最终广东队打进了总决赛 但实际上来看的话 北京首钢如果说以现有的人员班底的话 如今在补强了范子明 李木豪补强了雷蒙 在封线内线都得到了全面补充的情况之下 北京首钢不存在完全的各个位置上短板之后 这支球队再配上林书豪的话 他去打广东是完全占据上风的 因为这支北京首钢 他的防守体系太强了 那么上个赛季我们知道 北京首钢纵然是在没有这林书豪的情况之下 还跟广东队在季后赛 八进四的过程中打了个有来有回 如今伴随着林书豪的回归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北京首钢新赛季 他的防守体系将会迈上新的台阶 他将会重新夺回属于他们的联盟第一的防守 在林书豪走之后 广东队成为了联盟第一的防守 但是林书豪一回来 北京首钢将会把这个联盟第一抢回来 抢回联盟第一的防守 这种高手之间的对决的时候 当广东打北京首钢的时候 其实拼的是什么 拼的不是进攻 任何一支球队 你靠进攻是打不垮广东的 你只有靠防守击败广东 事实证明北京首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对吧 2018-19赛季 19-20赛季 北京首钢让广东队吃尽的骨头 靠的就是他们的防守 对不对 所以说伴随着林书豪的回归 意味着他们北京首钢整体的防守体系 将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或许我们单独的拎出 这个林书豪跟其他球队的一些小外员对比的话 一对一的能力 或者整体的个人能力来看的话 可能不如那些得分能力特别强 一场比赛拿个五六十分的那些小外员能力强 但是呢 那些小外员同样 他们来到北京首钢 像吉普森 对吧 他无法向林书豪融入那么好 可能吉普森打疯了 也能一场比赛打个四五十分 但是呢 林书豪对于这支球队的价值 是他能够帮助这支球队 在场上的五个人 一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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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于五 他能够将团队篮球发挥到极致 那只有把林书豪请回来 事实证明球队找到了这样一个正确的方向 那么目前虽然说CBA还没有正式的官方宣布 新赛季适逢有外援 但是呢 根据我们国内个别的媒体人已经透露了 下个赛季依旧会采取赛会制 并且各支球队有外援参加 那么这样一来呢 林书豪在新赛季回归到北京首钢 或许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那么伴随着林书豪的回归 或许对于广东 对于杜逢 对于胡明轩 赵锐这些球员来说 或许真的是一个灾难性的打击 为什么这么说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 那么北京首钢跟广东队交战的最激烈的 19-20赛季 大家都有印象 是吧 当时也是双方交手打得很激烈 胡明轩戳眼球戳的林书豪 对不对 赵锐肘击肘的林书豪 对不对 苏伟提腿提膝 甩当甩的林书豪 对不对 大家都有印象 广东队也是一二再再二三 面对林书豪这样一个非常难缠 制服不了的外援 大家也都是 18万5亿都上了 对吧 这就足以看出 广东队都能够打得情绪失控 一般来说 广东队打别的队 一般总是把别的球队打得情绪失控 这支球队很少自己情绪失控 但是唯独在近些年来 唯一能够把广东队打得情绪失控的球队 也就只有北京首钢了 所以说 新赛季林书豪的回归 会加剧CBA争贯的激烈性 那么伴随着林书豪的回归 或许雅尼斯有望 能够率领这支球队 去再度的燃指总冠军 我们也期待着新赛季 争贯好戏的正式上演 我们也是共同的拭目以待 好了 那么本期的胖周聊球 再先聊到这 喜欢胖周聊没话 点关注 胖周耳听这边听 聊到点球